说切壶这个故事 又是同样有一个人说 我带你去老头家看壶吧 我老师带着我就去了 我那时候已经忘了杭州这段事了 就不相连到那屋一看 我的妈呀 从一进去他住的是一个 首先独门独院的一个房 这老头肯定家里条件不简单 多少岁我忘了 是68 69还是70 我忘了反正就六七十那个岁数 那家里所有的柜子 你看了就全是虎 紫砂虎巨多 还有那个樱花国的那些 什么叫急需的虎 还有什么剑斩就类 我当时不认识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就各种虎 茶没看到什么全是虎 完了呢 老头就在那给我们一一的介绍 这边是什么朝代的 这边是什么斩的 这边是什么紫砂工艺做的 这个是什么已经绝了 已经没有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稀少 一个一个介绍 全介绍完了 又是坐在那开始切了壶茶 因为太晚了就没有漆农茶 漆个红茶还是什么 就在那喝茶 紧接着 没有任何人问 我老师开口了 又是射死现场 说 老爷子 我想要把壶 老头 老头没尴尬 老头可能这辈子什么人都经历过了 但是我和带他去的朋友很尴尬 听完以后 我想要把壶 我一听这书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呢 我突然就有点想法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 紧接着下一句话 但是我不白要您的壶 我给你讲点壶方面的知识 您觉得对你有帮助 您送我个壶 那个时候我一下就回小钱了 我这个故事 这剧本 我是穿越了吗 这是平行宇宙吗 这故事我听过呀 完了你给他讲练水 你紧接着你怎么怎么 老头 老头特逗 好啊 你跟我讲讲 老头特别谦卑的那种 确实岁数跟 就是人到那了 我听听你这个年轻人的看法 或什么东西的 我老师第一句话说 具体的我不记得了 第一个说的是 说老爷子 您玩了一辈子壶 我想问问您 都说壶中有乾坤 壶中的乾坤在哪 这问题倒是反正我回答不出来 那老头想了想没回答 他说 你怎么看 他说首先 他说的很长啊 我只记得大概的 首先 壶中 壶盖为前 壶底为坤 壶外为前 壶内为坤 这壶怎么一转 反正他几句都不离乾坤二字 但是说的都是 让你听着就是 没毛病这话 你知道吗 你懂吗 然后紧接着说这个 然后还有没加水的时候 加水的时候 然后反正就一系列所有的东西 然后紧接着又又又又 因为太长了 我真的不记得啊 就是 然后紧接着特别自然的就是切到了 类似于人生 就是阴阳乾坤 老头听了 老头听完 一直在点头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这事成了 老头直接说 你等会儿 就把边上有一个 小包 特薄的一个小包 砸了一个小壶 特小一个壶 拿过来 说你平时喝什么茶 说喝铁关音 这个壶适合你 说到这儿 拿过去 然后惊人的一幕又发现 我老师把这壶一推 我想要个更好的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射死走来了 我说这也太雷同了吧 我说你这个三板斧 到哪都管用啊 我想要更好 这时候老头有点 尴尬了 因为他刚刚说那东西 有点 有点虚 你知道吧 他说 我现场 给你做了一首诗 你来听一听 然后他说什么诗 那诗我记不住了 打油诗 但是很工整 但最后的两句话是 人中日短 湖中天长 你明白吧 他只说了 就大概是几句 我忘了 就几句都在道理 但我实在是记不住了 最后一个 就人中日短 湖中天长 就大概这么一句话 然后说完这首诗以后 老头想半天 然后就跟他说 说你等一会儿 又是去后边 半天 拿不来 就半天拿过来一个 包了大概有两层 也不三层 我记不清了 他打开这个包 一层 两层 跟他说 你看看这把壶 送给你 你肯定会喜欢 而且这个壶 可以用很久 那个诗是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 这个套路 我已经看过了 所以我不惊讶 看完这个东西出来 拿这个壶出来 我跟他说 我说你那首诗 因为那首诗 我没记住 是因为我没了解 它的意思 但他给我解释了 前面的东西 然后说了最后两句 他说什么 人中日短 壶中天长 他说我看老爷子 送我的这把壶 他只理解了两层意思 他没有理解我第三层 如果理解我第三层 他应该会笑 他没笑 证明他没懂 我说什么意思 表面上的意思 人活的日子 是有数的 是短的 壶的这个里边日子 是无限的 他可以传世 他可以传下去 老爷子之所以 他说你观察 你看他能生一辈子的壶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 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他觉得他已经可能时间不久了 但是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壶在他的心中的这个地位 没有变 所以这是他理解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句话是我听 这个谁谁介绍 说他没有传承人 因为他重男轻女 他没有儿子去继承 他这个胡的这个手艺 制胡的这个手艺 只有一个女儿 我是在点他 什么呢 就是首先 人中的这个日子越来越少 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但是胡的这个东西 他还可以长久的传承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固执己见 我说那第三层的他没懂的呢 这个平台不一定能说啊 就很简单 就是 人 你分开解 这平台真的太难讲了 就是人 日 怎么一天 少一天 对吧 他已经这个年纪了 但是胡 你看他每天在养胡的过程中 胡中天长 这个胡每天出水啊 你给他加进去 他永远是越来越顺 越来越润 越来越顺 这个胡以前可能只能够 你明白吧 一倒可能这个水倒到这儿 但是这个胡用顺了以后 你一倒这个水 翘上去了 他走起了 他说他没理解 他理解他会笑 所以他说 我判断的 就是没判断对这个人 他觉得他的文化造诣 应该是能理解 三层的 但他没有 但那首诗因为很经典 但我忘了其他的这个东西了 所以没法给你去那什么 你明白吧 就是一开始是从胡引到人生 最后人中日的胡中天长 哇 当时真的就是 我想起当时查的那个画面 就是虽然都是这三百佛 但是你明白吗 就是知识的结构不一样 说的东西不一样 最后目的是一样的 一个是切茶 一个是切胡 而且那把胡应该是很贵的胡 我到现在我忘了那个胡 大约谁做的或者什么多少钱了 就切了个胡